世界现在需要的是爱 甜蜜的爱 这个是唯一不足够的 以上是1965年一首流行曲 世界现在需要的是爱的歌词 我相信大多数人 就算不是全部 都同意这一点 但是我们身处全球的文化 着重的是利己的爱 对于圣诞节所庆祝 利他以后包容的爱 圣诞的爱 关乎了天主子 祂虚空了自己 进入了我们的历史 背叛我们 更成为了我们的未来 除了爱 我们的世界也需要希望 由圣诞的爱 而来真的希望 但我们有信心面对 看来好像围困着整个世界的黑暗 每日的新闻 都提及到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 最终目的 当然是残暴的俄乌战争 还要倒到什么时候 要怎样养这场战争才结束呢 东亚地区加剧的地缘政治的张力 越来越引人关注 匹备的全球经济 加上地缘政治 令到我们的心继续坦剔不安 也令我们的精神变得紧张 2023年摇摆不定的前景 仿佛在光明和黑暗 希望和绝望之间 在各地都形成了 占出强烈的挫折和绝望感 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什么 才能够带来转变呢 我们要互相关怀 支持和付出 而不是以自利为先 去庆祝圣诞的和平 希望和爱 说到底 最好的圣诞礼物 就是交付自己 去成就别人 但是这种自我交付的行动 还要配合尊重和同理心 我们看到心怀善意的成人和父母 都希望将最好的 交给他们的年轻人 包括为他们设计一些精神的计划 同样 疫情之下的防护措施 令到长者和他们的亲友分隔起来 长者因而变得越来越估值和压抑 由此可见 接受的一方不一定欣赏 也不一定欢迎施予一方的行动 取而代之的是 我们看到青年变得悲伤 不满 绝望 或者是呆滞 以示抗议 长者就在母亲人陪伴之下 孤独离世 合乎理想的交付 是务实的陪伴 让施予的和接受的双方 都能够在具备同理心的情况之下 互相了解 这样施予的就会知道 如何最好地将自己交付给对方 也知道如何最适切地 让对方看到希望 爱的礼物 就是生命的礼物 让我们找到最好的方法 是将这份礼物交给别人 祝大家有一个窩心的圣诞 以及满怀希望的2023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